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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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起陛下的事, 淳希絕對不會做 那天我在武德電話 任將軍有密函交給我 結果今天太平公主就派人去攔截密函 還不是你通風報信 福禍至礁, 語入無由 宮中已經有十幾面武大社 我們就交出名單 等這些年老病藥的宮人出宮吧 他竟然出現在這個波厥魂鬼的宮中 到底是命中注定, 還是天意龍人呢 張上公 任將軍又來 張上公喜客光臨, 不知道有什麼要事 其實也沒什麼重要的事 只是上公局呢 正想準備一批點心高品 慰勞一下宮中的禁軍 我又剛好經過了 順便進來想問問各位 想品嘗什麼高點 張上公真是心勢如塵 對了, 為什麼不見其他人呢 時直中午 各小隊都在宮中各處巡邏駐守 再加上今天是操練日子 何忠郎也帶了兩小隊人馬外出操練 龍武軍上下盡忠職守 勤奮不惜真是辛苦你們了 都是份外事 和你們上公各一樣 都是不辭勞苦, 根守崗位 不如請任將軍給點意見 看大家喜歡吃什麼 又或者你和何忠郎的家鄉在哪裡 讓我們試煮一下你們家鄉的高點 多謝張上公心意 其實我們沒什麼所謂 何忠郎已經入宮了一段日子 相信幾件家鄉小吃 一定能解決私鄉之情 何忠郎自幼, 無親無故 揭然一身 家鄉在哪裡他自己也不知道 原來何忠郎是孤兒? 他童年一定很苦 聽聞有幸得佛子大師收留 才不至於顛陪流離 是嗎? 你知不知道是哪間佛子? 這層我不太清楚, 張上公事亡 不如這樣, 等他們回來 我問清楚大家意見之後 再命人轉告張上公 不要緊, 我還可以等一等 我可以親自慰問何忠郎和各位 那可能要再等一等 這個時辰 他們應該操練完 在小鏡湖沐浴沖身 那…我不妨礙任將軍 你去處理公務了 我先行告退, 請 不妨礙任將軍 衝個身體而已, 不用擺姿勢 平時我們騷練 很多功夫女士的套體 所以我們無論什麼事 都要保持英知 誰氣逼人 張Sir公, 你沒事吧? 沒事 是這樣的 因為上公局準備做點心慰勞大家 剛好我又經過 想順便問問何忠郎 剛才冒犯真是見諒見諒 沒客氣, 沒事就好了 卓神公, 你不舒服嗎? 可能剛才走得急了一點 不如你耍一下一會 等我換好衣服, 我送你回去 那真是…有龍何忠郎 好 既然你一場來到 不如就給我一點意見 看看我們應該做什麼高點 是嗎? 其實只要是上公局的心意 我們一定喜歡 要張上公你勞心勞力 我們真是不好意思 是嗎? 剛才我和任將軍閒談 才知道原來 何忠郎你在佛寺長大 都是佛家有緣人 未知是哪間佛寺呢? 是鄭州的正元佛寺 正元佛寺? 荒山故子將上公我聽聞過嗎? 不是 那就是何忠郎你沒有其他親人 在下無父無母 我在佛寺是由無恩大師 將我撫養成人的 在佛寺裡還有一群孤兒 我視他們為兄弟 我們一起念經、習武 生神的時候還一起慶祝 你又說自己無父無母 又怎麼知道自己何時生神呢? 應該是無恩大師幫你定的 我沒有深究過 那…你的生神是什麼時候? 葵之年, 三月初二 張上公… 媽媽 沒事吧? 沒有…沒事 剛巧我有一位舊相識 也是這一天生神的 是嗎?那真是巧合了 在佛寺裡做幾個孤兒 跟我同一天生神的 幾個? 同一天生神的, 還有幾個嗎? 可能是我們有緣分吧? 一共有三個 好 好 神, 參見鄭朝儀 任相君, 正好巡和經過 聖上照神, 背愛時辰後 先到書房盡見 神只適順道巡視 鄭超兒一個人散步 玲瓏公主要學習皇宮禮儀 不便打擾 而且我也想一個人靜一下 所以一個人出來散心 鄭超兒心事重重 是不是因為聖上? 林將軍, 還是不要跟我談論聖上 萬一讓聖上知道 又會以為我向你打探消息 到時怪水於你, 就不要了 聖上並非瞞不講理之人 只要鄭超兒, 問心無愧 真誠待人, 律己而嫌 聖上一定會明白 但我連見聖上的機會也沒有 就算我修身自律, 聖上又怎會知道 就像這裡的一草一木, 一蛇一雅 你一天不留意他們 就永遠不會懂得欣賞 我們有沉幾何時, 會抬頭望天 但是朝陽, 每天朝陽升起 晨光依然帶給我們思溫細亂 偶爾還會有白雲為我們遮陰擋藥 甚至降一場雨, 滋潤大地 日月變回, 我們未必時刻在意 但每天感受著天地欣慰 總有一天, 人會感懷蒼天之憂 但是密密守候, 又要等到什麼時候 聖上才會感受到身邊的暖陽風雨 日久見人心 誰為聖上默默付出 誰對他赤成忠心 聖上一定會知道 請鄭超儀一定要相信聖上 好, 我就要像天空一樣 無悔付出, 光明磊落 堅決做好自己, 默默扶持聖上 謝謝你 每次在我最無助的時候 替我排難解分 下次如果有什麼疑難 希望還可以跟你傾訴 幫好超儀, 是神的榮幸 有任將軍這一句 我就心安神定 豈有此理 宰上宋景正在我籌劃大赦天下 公主為了排除耳機 竟然將他流放愛吊 提攜鬥懷正這種見利忘義的小人接任 親民宰上之中 其中五個是太平公主門下 再任由公主廣直黨禹壯大勢力 於朝政是百害而無一利 前堂已經有個扶搖直上的趨直 後宮又有個鄭超儀為公主通風報遂 公主真是見逢插針, 無所不達 全心惟禍朝廷, 擾亂後宮 陛下 上次公主知識, 雅史納王子默涵一事 鄭超儀雖然有竊物之嫌 不過公主宮中事顏更多 會不會另有內情? 陳參見皇后 參見陛下 皇后前來是否有要事? 俊兒得知陛下近日正籌備大赤之事 於後宮方面, 希望可以全力配合 那皇后有何想法? 俊兒打算放陰 欣賞年老體約的女士公婢出宮回鄉 既達致因榮並濟, 又可以虛咎立身 就照你的意思去辦 俊兒遵命 放陰一事有何進展? 俊兒再向閉下稟報 此事由你全權負責, 無需稟程 任將軍, 無論如何 我們一定要對朝中忠臣多加保護 免得再被太平公主武堪流放 神領命 來吧 參見皇后 任將軍勉禮 皇后照神前來, 是不是有什麼要事? 沒什麼要事 只是琴錢億往事, 月下會舊有 其實每次被心事所凡 我都很想彈奏這一曲《非花學名》 陳世非花滿天, 七彩繽紛 但是有時候都很想秦可星 尋找青幽之地, 遠離繁囂, 一會之一 皇后有心事? 是 《非花落, 雙別離》 當年梨花樹下一別之後 雖然我身居高處 但是反而形單影席 就算我現在有千般憂慮, 萬般愁衰 也無人可以傾訴 皇后無需暗自臣傷 皇后命中顯貴, 是一國之武 普天之下, 關心你, 敬重你的大友人在 但如今聽我說一句真心話的人 可不可以客氣你一個? 其實這幾年來, 夜蘭人靜的時候 我都會在想 如果當日沒遵從父母之命 嫁入皇府 如果沒離花樹下一別 今時今日, 結果又會怎麼樣? 既然皇后竟然是聖上的賢妻 而臣也是聖上的臣子 又何來如過, 也根本沒有結果 往事不可從來 所以人才活出憶往昔 就好像你將我昔日思凡之恩 一直銘記在心, 報恩至今 我知道你和鄭超儀之間曾有恩言 但思恩之仁是你, 受恩之仁是他 從溫你我往事 思恩之仁是我, 受恩之仁是你 屬輕屬寵, 相信任將軍心中自會衡量 當年皇后於三殊一家落難之時 搭舊仙武, 三殊沒此難 所以我又好奇想知道 如果日後我和鄭超儀之間發生事故 任將軍又會對誰出手相助 皇后應該知道 三殊處世之道就是人如其名 恕, 職如心之義 要三殊本著良心, 凡事徐心而行 無論是非曲直, 自有道義當先 道義之外呢 程義親疏, 你又會怎麼取捨? 三殊之命, 忠君, 孝親, 弟兄, 君為常 為人臣子, 三殊一片忠心 更何方姓上視我為兄弟 於君於兄面前, 三殊難有其他思情 至於孝親之義, 任將軍又會怎麼做? 盡己所能, 遵如心之道 任將軍果然傾心坦福, 一片赤石 阿迪師父, 我最近真的覺得嚴重 頭魂目緣, 心貴乏力嘛 不止也這麼多, 還有… 食慾不鎮, 夜不安眠, 是不是? 蓮醫師, 你真是醫術高明 回春勝手 回春就過雨了 只不過你從春病到冬初一十五 你肩痛, 頸痛, 腳趾痛 中間那三幾天 你又頭痛, 腦障, 手心凍 有時候又像今天那樣 頭腦發脹, 全身發冷 再遇上食慾不鎮, 睡眠不足 情況更加嚴重 本醫師, 有沒有說漏? 是呀…可能真的年紀大, 病得快 我無能為力 能開的藥, 我已經給你全開了 除非向太醫令拿批紋 那也不用, 我勉強還能熬 最重要是你記下我來看症 楊姐, 今天不行 我沒拿藥, 我每次都來看症 你不記下, 那就沒有記錄 你不記錄, 那就沒人知道我來過 不是不想記, 是不能記 因為今天早上皇后派人來 拿走了那本記錄冊 皇后? 皇后想參考診證紀錄 看看有多少老虐病殘的 就將他加入放陰力搭, 送完出宮 放陰?落實了嗎? 皇恩浩蕩, 擇披萬方 聖上自得自善 決定大赦天下, 擇吉日吉時放陰 恩盡宮中, 老賣體虐傭人還鄉 安享天年 聖上以仁得自天下, 實乃蒼生之福 本宮根據上公局的資料 從中因別挑選 最後訂出九十九人名單 每人可以領取定額的恩述賞金 是聖上和本宮的一番心意 有勞各位向這九十九人傳話 他若迴鄉共聚天倫之餘 記得要安守本分, 勿忘聖恩 謝聖上皇后恩贊 這次放陰名單 首要考慮是年紀和身體狀況 所以多年來, 刻苦奸魂 為上公國貢獻兩多的人 本宮希望他們以後可以兒臣養仇 不需要再為工作操勞費心 皇后, 這次放陰九十九人 對上公局運作 無疑會帶來一定的影響 有需要盡快安排新公被招募事宜 填補兇缺 而且新舊交替之事混亂在所難免 不過皇后請放心 我們一定會好好偏配工作 安排人手 務求後宮一切如常, 力補不失 本宮知道這段時間辛苦你們 所以也慎重考慮過 如何將四房運作的影響減到最低 所以這次名單只會涉及女士公被 獎級以上, 並無調度 皇后不但體恤工人 而且考慮周長 之後的事, 我們上公局 定必會妥善打點, 務求… 幹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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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詩仙… 又暈了嗎? 你沒事吧? 她又暈了 你沒事吧? 差見公主 行了, 免禮, 汪詩仙 你坐下吧 寧龍公主知道你暈了 馬上來看你 你見得怎麼樣? 男公司像說你身體一直都不太好 還要治癒也不好 治癒又怎麼樣? 媽媽, 未一樣無法上班? 在這裡一生為老 其他人就可以放陰出班 我就只有一個限制 汪詩仙, 你很想出班嗎? 有選擇, 誰會想在這裡蹤勞? 汪詩仙, 你別這樣 其實留在這裡也挺好 我也是這樣說 媽媽, 像我私製房的歲下一樣 她說外面, 人又沒有, 吃得又不好 睡覺也只有草老 以後也不知道該怎麼算好 我怎麼跟她呢? 我有哥哥、嫂子 她還幫我買了一間大屋 我有人有物, 有得睡 我怎麼會想在這裡度過一生 我一心想著 將來可以在一間大屋裡 日後就跟兩個兒子前緣速谷 晚上, 我們一家人在一個廳裡大魚大肉 但是現在…繼續孤獨 這次不行, 就等下一次吧 下次吧 看來我還沒等到 我的殘驅已經先走一步 這麼多年來 我出門看天色, 入門看顏色 小心翼翼, 時事警惕 我就是盼 有朝一天可以放殷出宮 現在殷放了, 機會不是給我 我不是這輩子都約在這裡過嗎? 對不起, 玲瓏公主 我弄污到你的上椅絲柏 不要緊, 絲柏是拿去的 平時我拿了這麼多 那些雷士公屁在背後說我大小通吃 但是, 過水要濕的, 有東西就要涼 我知道, 你以為我想的 你也是緊張投家而已 你也是想拿多點錢回香港而已 你真的很疼愛你兩個兒子的 當然, 我知道他們喜歡捕老虎 我每次都托人, 又賺又賣 玲瓏, 我沒有兒無女 我當成他們親生骨肉了 如果當年我沒有入宮的話 我和榮發成親, 可能已經兒女成群 榮發是這個宮外情人? 榮發是和我從小玩到大 當年一首鳳球王, 一日不見係 詩枝如狂, 真是抖得我心花老芳 不僅兩小無差, 還這麼有情懷? 那又怎麼樣? 我一進宮門 我道榮發就從此天藝分隔兩茫茫 我在宮中人老朱王 他就娶了豆腐西斯做老婆 每天吃豆腐, 生活不會苦 不, 不過嫂子跟我說 他說豆腐西斯去年病得氣藥有私 今年還扮賣喪事 我原本打算這次放陰出宮 我可以再跟他結連你知 誰不知 我的妻娘親屬, 根本沒人知道 他覺得這麼多年 現在榮發也不知道變成什麼樣子了 對了, 可能肥腫爛婚又有禿頭 懶懶懂懂, 次序就呢? 就算是這樣, 我依然這麼愛他 我想見我的榮發 我想見一下我的大屋 我想和我家人同台吃飯 為什麼上天都不可以比我如願以償呢? 參見皇后 有禮 皇后, 言言一番閒情雅致 第二親際高典 給皇后悔悔香名, 誓意品順 聽你的說話有禮, 舉致恭敬 你的皇室禮儀似乎學有所成 多謝皇后贊賞 不過你貴為公主 高典命人做就好, 不需要自己動手 除非你有事要向本宮相求 皇后心勢如塵 一眼就看出言語心事 你儘管說, 本宮幫到的一定會幫 玲瓏悔悔請求 奉陰名單可否多加一個人? 加誰? 汪詩善最近患摘前身 一隻學夢可以回鄉養病 和家人團圓 原來你就是想把汪詩善 加到名單之中? 既然姓恩浩道 奉陰九十九人 何不加多汪詩善一個 湊齊一百支數, 完整完滿 玲瓏公主為人設想 一片好意, 本宮明白欣賞 只不過九十九人名單 是本宮親自而定, 當眾宣佈 如果隨意變更 恐怕會落人口實 以為本宮反覆無常, 言同而欺 以後難以立威口供 皇后統領口供有道, 人得並重 如果其他人僅僅用一件事來評價皇后 那只是他們有欠功勻 就算本宮不再以其他人的評價 汪詩善乃一防之首 此為一缺, 填補一事, 必須慎重考慮 其間恐怕會出現清皇不節 汪詩善身太欠佳, 經常病憂 尋此下去, 對相公閣, 對師善房 對於他本人也不是一件好事 其實這次放陰 將將將級以上排除在外 願意還是不想影響相公公的運作 皇后, 今天懸越求見 並不是居公自我 不過, 誓想過往 皇后越醫公葉連雙襲擊的時候 是願意捨身相駕 皇后被太平公主以妻相止 是願意挺身相護 皇后越在大殿親世經界鮮魚 是願意三次為理事讀 確保沒事, 皇后越圓越隱瞞此事 圓越堅守, 隻節不提 希望皇后念在過去種種 太說圓越, 汪圓越這個無辜 做了公主, 說話行事真是果斷大方 越來越有公主氣派 多得宮中個人教誨 和皇后悉心指點 其實皇后的一句話 足以解汪詩善半世憂 你放心, 始終我們都是好姊妹 只要你開口, 無論事情有多難 我都會原理所願 感謝皇后, 言語感激不盡 你我姊妹之間, 無需客氣 送你金雞報喜, 予以和樂吉祥 福澤面祥 信心歡祥, 力健身強 我們衷心恭喜你 如願以償, 出宮迴鄉 你們的訓禮這麼重 我真的很感動 很痛, 我心當當痛了痛 你要保重, 要不然怎麼出宮 我心痛是因為我捨不得你們 這麼多年來我們相遇相知 相負相慈 你別這樣, 我們要高高興興地送你走 不是要哼哼啼啼地趕分手 你能出宮和家人團聚 我們這麼多人都真心替你高興 知恩感恩, 戀意記在心 掛親念親, 天倫盛萬金 你千盼萬盼都是忘憂這一天 以後你的日子 一定要笑著地過, 慶心地過 這隻金雞不僅供賀你, 匯鄉團聚 它還祝福你, 金玉滿堂 嫁得個有情郎 雖然我們不可以親身到場祝賀 但一定會遙遙聳賞祝福 這麼多年來 我們雖然試過有爭執, 又試過不和 但我們最終都可以因尊重而讓步 因了解而冰釋 如果我有什麼對你們不好 對你們不住 請你們多多包涵, 多多見諒 你的心意我們全部都明白 人奉好事, 精神爽, 春風得意, 滿面乾 朝你回鄉團聚, 隨即家人成親 你自然百病不侵, 幸福歡欣 是呀, 希望如此, 成你歸宴 你還沒出宮, 先別這麼精神 對不起 人家合家搶聚, 誠相誠對, 我就… 你呢, 都不受寂寞, 欣言快樂 不理在公在私, 大事小事 我這個表妹必定關懷備字 雙伴雙衣 擋心王旗, 養血補氣 溫脾健胃的, 多喝兩碗吧 等等, 要加上靈芝粉 你經常說手腳冰凍睡不好 座面安臣這樣最好 你好餓很多嗎? 你也經常說眼蒙耳龍 明天老了, 我不會拖著你走的 你走不動, 別用指望我背你 我們已經沒油沒物 明天我走不動, 你看不到 不然你負我, 就我支持你了 還有誰可以倚磅 事不宜遲, 進補及時 你多喝幾碗, 跟著吃湯渣 明天才有氣有力, 拖我走的 是嗎? 是你背我, 不是我拖你 不如下次做個 北齊狗雞羊肉湯, 補氣有之音 是呀, 汪師憲 之前不是和你泰國威個同鄉嗎? 欣游, 聽說他跟了你很多年 廚藝也好, 你真沒人像 他怎麼被人帶走的? 之後又發生什麼事? 我不知道 汪敏借過玲瓏公主大恩大德 感謝玲瓏公主助汪敏一緣美夢 一純淑怨 只要舉手之勞 我絲事不用鞋 玲瓏公主這番恩情 汪敏無以為報 但玲瓏公主金銀財白, 一無所缺 我實在不知道怎麼報 只要你以後好好生活 安逸自在, 再是對我最好的回報 玲瓏公主大恩, 汪敏無言感激 臨別在跡, 憶起玲瓏公主問及同鄉恩猶之事 容汪敏值此順天, 將所知所見, 悉訴相告 拜見汪施善 你們來了? 天下之大, 大家難得相逢 心肝之中, 你我共事一場 總算是一種緣分 阿神, 離別再職, 希望今後誰帶領你們都好 我希望你們可以好好珍惜, 勤勤力力 謝謝汪施善提點 在施善房這麼多女士當中 你們四個就最幫得我手了 我真的很感激你們一直以來對我的貢獻 謝謝 公園 臨別依依, 萬般不捨 這就是我小小的心意 就當作一份紀念 汪施善, 怎麼這麼學費? 你們應得的 汪施善, 可不可以打開來看? 謝謝 身體安康? 自古祝福值千金 人生在世的針妍都在這裡 所謂身藥不勝財 如果你身體不好, 你就會百病重申 就算你有多好的東西 住幾大間的房間, 都無福銷售 所以我說人生最大的財富 莫過於身體安康 謹記, 懂得珍惜 方可擁有 這四個錦袋 都是我親手做給你們的送別禮物 我相信你們一定會收到我的心意 好好珍重的吧? 謝謝汪施善 謝謝汪施善 汪施善 你的兄嫂請求入宮和你見面 玲瓏公主已經批准了 我哥哥嫂加來接我了 麻煩你替我跟玲瓏公主說一聲謝謝 是 我也要快點收拾東西 哥哥嫂 阿敏 你們是不是看到我家小華要回鄉 專程來接我? 對了, 我有很多東西要帶回去 有你們幫我忙就好了 這些東西在裡面, 哥哥替你打碟 你跟阿嫂談談吧 坐吧, 阿嫂 阿敏 阿嫂今天經過市集, 看到很多人買蒸餅 特地買了一些給你 謝謝阿嫂 還是阿嫂最疼愛我 以後我們一家人可以一起住了 我終於可以照顧你和哥哥了 那也不用了 別客氣了, 阿嫂 其實這次我和哥哥這麼急趕來 不是要接你回去的 那我們去哪裡? 我們想勸你留下來 留下來? 阿嫂, 為什麼你要勸我留下來? 其實是這樣 我們打算整家人搬去別處住 又沒想過你突然說回來 所以沒有地方你住 不要緊 不要緊, 我早幾年不是寄夠錢給你 叫你替我買一間屋子 我自己有地方住的了 賣了 什麼? 房子賣了 賣了? 誰叫你賣的? 你也知道你那份人多壞 他把你寄回來的錢全都輸了 就唯有賣了一間屋子來還債 你們都輸了我的錢 你還買了我的房子嗎? 你們有沒有搞錯? 我明明說過 房子的錢是我和榮發扮喜事用的 還扮什麼喜事? 你那個榮發也除了三房小妾 還必須記得多年前的硬硬硬硬硬 嫂子, 為什麼你現在跟我說的 和你平時寄給我的家書完全不同? 你這樣… 在信道當然想你安心一點 真是說你一直以來都是跟我說謊? 我們都是一番好意 不想你掛心而已 你現在明白了 你出去又要熬, 在這裡又要熬 你在這裡起碼有一間大房睡吧 穿得又漂亮又貴氣 何必出去熬得這麼辛苦? 你不要 我在這裡舉目無親 我出去, 我還有你們這群親人 我很想見駱駱, 我很想見小勇 他們很喜歡我寄回去的暴老虎 他們都玩了刀刀劍很久了 他們嫌你的暴老虎阻擋掉了 你在信道裡跟我說 說他們很想念我, 很想見到我 你自己想想 你入宮的時候, 他們還沒出生 他們根本還沒見過你 他們會有多掛念你 你真的告訴我 我真而總之的家書 字字句句都是謊言 我珍惜痛愛的家人 個個都嫌我累贅 我朝思夢想的回鄉夢 都只是我一廂情願, 自作多情 那你別這麼想 我們真是真是為你好 才趕過來, 告訴你真相 讓你不用回去才知道一場空 現在就好了 好, 你可以留在這裡 繼續做你畏高權重的私善 又不用出去捱得那麼辛苦 還可以有閒錢接濟我們 閒錢? 我寄給你們的母一民潮 都是我辛辛苦苦找回來 沒有一民潮是閒錢 不斷說, 你賺錢 怎麼比我們鄉下人都容易 所以你就日夜兼程 趕來了我出宮 就是怕我斷你財勞 成為你的婦女, 我沒話跟你說 阿敏, 我們真是一番好意 阿敏, 這些東西我看過了 秋冬衣服都適合我們用 阿敏, 阿敏, 現在就幫你搬回來 別碰我的東西 你們給我聽著 這裡一件衣服, 一傳珠 一塊布, 一條線 全部都是我的 你們不可以帶走 阿敏, 你體諒一下你阿哥 我們外面的日子都不容易過 你不容易過, 我很容易過 當年娘為了替你和嫂子買大屋 買了我給大戶人家 替別人的女兒入宮 這麼多年來 我背井離鄉, 孤妻一人 我沒怨過你 我也很想你們過得好 但原來我過得好不好 你們根本沒再悔過 怎麼會呢? 你看, 阿哥看見你這麼肉食 一無所決, 也很替你高興 你以為這些靈鵝臭斷, 猜橫豬肉 是我一速而就, 妥手可得 全部都是我節衣縮食, 辛苦儲回來的 你一句話想要, 我貪財戀物 東平西臭買回來給你 你一句喜歡 背後多少人憎我怨我, 袖我罵我 怎麼看不起我, 我都甘之如意 我慢慢想不到 原來你們在乎的 就是這些金銀珠寶, 華美衣服 我汪文在你們心中, 根本就一文不值 阿敏, 你別這樣 阿敏, 有事慢慢說 不要拿一支警察刺自己 我想拿一支警察刺你們 你這支和田脆肉差 就是你深深念念想要 我想方設法在人家裡刮回來給你 你冷靜點吧 我很冷靜 我從沒試過像現在這麼清醒 我一直以來, 我都在發夢 好, 是時候要夢醒了 既然你們當我是累贅 我亦不用和你們吵親 阿敏 從今以後 我汪文堂和你們一家 就像子智團彩一樣 帶老朝天各袖一邊 老死不相往來, 走 阿敏 阿敏 現在本師善以陸品公官之位 命令你們立刻離開, 馬上消失 阿敏 你再不走, 本師善就照禁軍過來 先打你們三十大板 再拖你們出宮門,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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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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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姐姐, 我很想念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 無論遇到什麼困難, 面對什麼險阻 我都不會放棄 我一定會查明你的死因 何解要我, 亂多半響又再度要傷心 夜已深, 短短情還已變穿梭 漸漸神距破火 花花時間, 花轉千彎, 只等你再經過 誰來宗愛我, 無法再幫助 夢太深, 等我願破再分不清感 咨嚴不知同窗 淡真愛像各種犧牲是真情還是錯 無人可以再作動我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